一个红柚的双耳瓶 六人啊 六角 其实这个是 这个狼咬虎 烧的是狼咬虎 反抗系狼咬虎 双耳 六角 六八 这个小瓶有19.5公分 底部这个鱼有点半轻啊 这个鱼 你看这火烧红很明显 这个双耳瓶至少至少是 最迟都是道光 道光以上 为什么说它是道光以上 它这个棱这里啊 这一半里面是用手摸去 是深陷下去的这个 它应该是六半再接起来的 六半接起来来烧的 这个是道光以前的作梦 道光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都是 都是六半的 若是光绪那些 这些 晚期那些整个都是圆的 里面就外面是有 看上去是有六楞 但是里面是 不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是最 至少至少是 道光 脱口随足 狼不留 这个红烧子 很差劲啊 烧子都 都有点不像红了 哈哈 像摇变幼了 烧子 再看看那个底 这底放青色 所以说它这个时间要 倒光以前了 不会差 不会错 烧的红不太好 真的 小小的瓶子 明显看到这些 挖下去的 就像是有些 有点不错 有点不错 有点不错